近两年上海很多的老旧小区都在进行社区的改造更新 而公共部位的改造大家都很欢迎 但是除为独用改造这种居室内部的改造 居民们往往是意见不一 因为改造的方案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 总有几户人家相对的吃亏 这就难办了 在陆家嘴街道上港小区就已经完成了除为改建 有些人家增加面积只能是可能是一平方米 但是却极大的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那么这事究竟有多难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港小区的改造之路 张老伯家住上港小区147号 改造后的卫生间小巧紧凑 功能齐全 张老伯说自己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如今终于告别了合用厕所 一则卫生间就是谁给你个人用 一则卫生间大概寄慢慢 大概两个都平方 除为独用改造不同于小区公共部位改造 而是涉及到每家每户室内部分 需要重新分割调整结构 每状楼改造方案也不尽相同 因此改造征询执行的标准并非三分之二通过 而是要求必须百分之一百 这一块特殊部分原来是公用的倒变器 这一块要刺除 刺除以后就把这一块整个拉平增加一个面积出来 就常物的宽度不变 总宽度没变 征询通过后具体方案也很难达成一致 比如其中一个方案各方面已经做到了最优 但是一个楼层八户人家中 还有两户人家并非独门独户 从卧室到达厨房 卫生间必须通过公共走道 居民听证会上这个方案卡了壳 最终还是张老博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被设计单位采纳 设计方案最终通过 可是新问题又接踵而至 由于改造后将进行水表分户 因此自来水公司要求居民将拖欠的水费全部缴清 之前很多年 它因为是合用的 所以说这个水费 它这个一笔糊涂账了 分不清是你应该交多少 我应该交多少 所以说居民也是非常的困扰 紧要关头 街道相关单位以及居委会出面协调 共性问题共性解决 个性问题个性解决 居委拿方案居民协商微调 最终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这个这一次给我的这个经验呢 就是说其实应该让我们居民 更多的参与到当中 然后让我们居民的这个声音 能够在我们的重大的改造当中 能够发生 上岗小区首批非成套房屋除未改建 共有168户 改造资金由政府买单 如今改造工程全部完工 168户居民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